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球哥说球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胡仁赛季前42场比赛打完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竟然拿到的21胜21负的战绩 胡仁是休赛季引人力度最大的球队之一 结果打出了如此糟糕的战绩 在本赛季开始前 为少加盟胡仁陈埃诺定之后 大部分的人都想到了 胡仁新赛季的阵容磨合会非常困难 艰苦无比 但是没有人会想到 在赛程过半的时候 胡仁已经更换了超过20套的首发阵容 你没看错 胡仁更换首发阵容的频率联盟独树一致 他们几乎打一场就要换一套首发 光是中锋位置上 胡仁就从小乔呆首发换到安东尼戴维斯首发 同时他们还尝试过德怀特或华德 最后敲定为勒布朗詹姆斯 首发阵容频繁变动侧面反映了胡仁本赛季的动荡 直到赛季不办 威少甚至还在采访中表示 他至今没有找到自己在胡仁的地位 并且谈到外界对他的批评和指责 威少表示 比起在场上的表现 他更在乎每天可以回家和家人待在一起 这几乎让所有胡仁支持者都破防了 随着胡仁的首发阵容逐渐稳定了下来 除了詹姆斯和威少之外 埃弗里布拉德里 马利克蒙克斯坦利约翰逊 在最近的机场比赛稳定在首发阵容当中 赛季开始前 有多少人可以想到 胡仁本赛季最稳定的一套首发 竟然是靠着一名底薪球员 一名无保障合同球员 一名十天合同球员组成 这样的阵容 别说冲冠了 就连进入季后赛都成了巨大的问题 比起其他球员考虑着个人的表现 考虑着如何更好的融入体系 斯坦利约翰逊更多需要考虑自己的未来 考虑如何让自己留下来 他的第二份十天合同 也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 曾经的全美第一高中生 选秀大会乐投区出身的斯坦利约翰逊 因为他的进攻能力 在年仅25岁的时候 就变得无人问津 而本赛季对于他来讲 即使机会 又是最后的考验 疫情原因 本赛季的NBA球队开始需要更多的迷失功 约翰逊获得了来自芝加哥公牛的十天合同 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一份合同 然 时运不进 和公牛签下十天合同之后 约翰逊就在加盟公牛后的第一次例行排查中 触发了联盟健康与安全协议 整个时间 他都处于隔离 NBA10天合同大概的金额 是在15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 如果是站在打工人的角度来讲 躺家里休息时间 白白挣了超过普通人几年的工资 这应该是最舒服的事情了吧 但是对于25岁的约翰逊来讲 这十天是痛苦的 也是煎熬的 因为他不知道公牛还会不会给他第二次机会 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NBA球队愿意给他机会 果不其然 合同到期之后 公牛再也没给约翰逊打句电话 但是幸运的是 忽然向他抛去了橄榄枝 同样是困难特例 同样是时间合同 这次约翰逊哪里也没去 一直待在家里 为的就是保证自己的新冠检测必须要成阴险 1米98的身高 肩膀足够宽阔 面对小后卫速度完全不吃亏 面对内线球选也有足够的力量去对抗 完全就是靠着身材和运动天赋 约翰逊在胡人成为了沃格尔的防守兼兵 他守詹姆接防守詹姆斯 哈登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加谋胡人的第二场比赛 沃格尔就对他唯一重任 给他首发的位置 可能球迷们此前对约翰逊并不熟悉 要知道 菜鸟赛季 约翰逊跟随蒂特里活塞杀进季后赛 他们首轮面对的正是詹姆斯带领的骑士 而约翰逊就是负责主防处居生涯巅峰的詹姆斯 防不住是必然的 但是那个系列在让约翰逊名声大噪 他一度成为了活塞的重点培养对象 三年级就作文的球队先发 所有人都看到了他的身体天赋 本赛季 在胡人一帮小后卫的衬托下 约翰逊变得无比高大 以其微少纳屈无缥缈地持球为詹姆斯减压 约翰逊却是真刀真枪在内线为詹姆斯补防协防 帮助他扛住对手封线的冲击 而他的第二份时间合同即将到期 是否能够留在胡人 在外界看来 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好的问题 胡人现在最大的问题 莫过于微少了 说实话 微少短赛季如果不能被交易走 别说胡人夺冠了 晋级后赛也是一个大问题 目前胡人的战绩排在西部第八 距离第九的森林郎只有0.5个胜场 稍有不胜就可能逼出季后赛排名 再加上能没受伤归期未定 胡人的前景可谓十分堪忧 那么微少该如何交易呢 微少现在这水平配上他这个级别的合同 想交易出去只有两种办法 一是搭配至少两手轮 去找雷霆这样的看能不能给收了 但是胡人没这条件 不能陪了夫人又折兵 只能作罢 二是互换 加个手轮以及纳恩 拿去换火箭的沃尔 亡羊补挠 感觉沃尔这些年勉勉强强还是能有个首发空位实力的 只是受伤并影响失去的以前智商的速度和体格 但是毕竟是昔日的全明星壮举 完全有机会在胡人焕发他事业的第二吨 很重要的一点是 沃尔以前可是实打实的场均实助攻的转东部第一口 现在得分防守下来了 起码组织和得分能力还是在的 换回来后关键时刻不指望他干点啥 控球组织一下 做好防守 最起码的不会像微少现在这样 场均无脑的4.45 还经常有一些伤害球队的行为 沃尔性格方面感觉也没微少那么闹腾 能接受自己打二线角色 打得不好直接DMP 对胡管来说压力也不太大 如果能进季后赛 起码能在季后赛里找点机会好好表现 怎么着也比在重建的火箭队来的好多了吧 现在詹姆斯虽然37岁了但是实力依旧恐怖 我想大部分无人球迷或者说詹姆斯球迷肯定不是佛系看球 就得23年布朗尼詹姆斯同台进去了吧 所以呼吁大多数人肯定是希望老詹还能打的时候 再终极一下布莱恩杯 那么微少就必须的被处理 忽然27年首轮加拿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火箭就短赛季的表现来看 短期内肯定还是需要重建的 对于他们来说 失去一个不打球的沃尔 得到一个水平一般的微少 同时还能得到年轻的那安和一个首轮 怎么算都是一逼之争不赔的买卖 沃尔在火箭就上赛季的表现而言 缺点是投射效率低下 似乎和这赛季微少半斤八两 带着任务打第四截 有点是虽然投篮差 但是还是不会被放空 组织和防守上等水平 毕竟状元前东部最佳空位 基本功很扎实 这样也可以很好地为詹姆斯分担得分压力 为其他队友分担防守压力 无论怎么说 实力肯定是比现在要强的 等到戴维斯伤病归来 在全明星赛后 沃尔与詹梅磨合一段时间 完全有机会在季后赛中的更远 毕竟胡仁的整体实力是摆在那里了 胡仁接下来的赛程还是比较艰难的 一月份中的九场比赛 只有魔术式百烂球队 其余都有不错的竞争力 尤其是篮王 费城 黄峰这些球队 脑战从年中大战到现在 场均能拿到34.2分 是林盟得分最多的球员 接下来农迷没有付出之前 詹姆斯还需要这么打 可能对詹姆斯生涯总得分来说是好事 在加速接近第二位的马龙 不过胡仁终究还是要以赢球为目标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